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单元,诉讼时效 简单的来看一下本单元的考情分析 基本上呢,每套试卷里边 还是会有一道关于诉讼时效的题目 提醒大家呢,特别关注 好,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本单元的知识框架 那关于诉讼时效制度这块 我们主要呢,要给大家介绍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第一上来,仍然是它的概念、特征 适用对象 第二呢,想和大家去介绍一下诉讼时效的种类和起算的问题 最后呢,再来介绍一下诉讼时效的终止和中断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关于诉讼时效的基本理论 也就是它的概念 诉讼时效呢,主要是指权利人 如果说不在法定期间之内去行使权利 进而你就会失去国家强制力保护的这样一种制度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所谓的一个诉讼时效制度 那我们之所以要建立诉讼时效制度 目的呢,就是在于维护经济社会秩序的稳定 如果说你这个时间太长的话 可能呢,你的举证非常的困难 那在另外一方面,人民法院在审判的时候 也可能会面临非常困难的一个境地 所以说呢,诉讼时效制度 目的就是为了去敦促权利人 有权利,那您呢,也要及时地行使 好,那在这里,我们结合着诉讼时效的一个特征 帮助大家呢,更好地来理解诉讼时效制度 我们诉讼时效呢,一定是以权利人 不行使法定权利事实状态的一个存在 而且呢,这个状态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也就是诉讼时效期间戒码 我们并不消灭债权人的实体权利 但是呢,能够让债务人产生一个抗变权的问题 好,那在这儿呢,我还是通过 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小例子 帮助大家更好地来理解我们诉讼时效的特征和概念 那您假比如说,我们这儿呢,有一个假同学 那这个假同学呢,有一天出门的时候 就碰到了他的邻居乙 那这个乙呢,就说自己没有带钱包 问假呢,借了一百块钱 好,借了一百块钱 然后呢,就说我第二天就还给你 结果这个乙同学呢,说话不太靠谱 也就是呢,过了好几年的时间 他其实都没有谈说还这一百块钱的一个事情 好,那在这里边,我们来分析一下 假乙二人的这个关系 那从这一百块钱的债权债务关系上来看 假同学显而易见,就是我们的一个债权人 那这个乙同学呢,其实就是一个债务人 好,那我们诉讼时效制度 它其实呢,就是创设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通常来讲呢,是三年 那这个诉讼时效,指的就是说呢 我们假同学必须呢,要赶在诉讼时效这个期间之内 积极主动的去主张自己的权利 好,那在这里,比如说我们在三年之内主张自己的权利 要求乙向自己来清偿债务 那这时候乙呢,可能就把这个债务给他履行了 那在这里边,我们涉及到一个比较基础的概念 就是这个权利人在主张自己权利的时候 他其实向债务人提出来的这个叫做请求权 也就是我们的债权 它其实是一种请求权 那为什么说债权是一种请求权呢 是因为说假同学要想实现自己的债权 你必须要仰仗于债务人乙的一个旅行 所以说呢,你只能低三下四的请求这个乙同学来履行债务 这就刚好契合了我们现在上的一个观点 就是欠钱的才是大爷 所以说呢,这个债权人,你要稍微姿态摆低一点 你必须要行使一个请求权 请求这个债务人来履行自己的债务 好,那假比如说 这个时候假同学呢,他是一个很磨叽的一个人 也就是他在五年之后 他才向我们这个乙同学行使自己的一个请求权 好,那在这时候 如果说我们这个乙同学呢 比较好,说别人行使请求权了 我就把这个债务给他履行了 好,那这时候我问大家一下 我们假同学,即便是五年之后 你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 这时候我可不可以接这一百块钱 你注意,可以 因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也就是说,即便说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过掉了 但是我债权人的实体权利还在不在? 你注意,还在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说我们去主张这个权利 那这时候乙同学如果还了 我们是可以来收这个权利的 所以说诉讼时效期间借满 它并不消灭我们债权人的权利 但是呢,它会产生一个后果 就是让债务人会产生一个抗辩权 那什么叫做抗辩权? 前面我们说过,债权人在主张自己权利的时候 我们向债务人发出来的这东西叫请求权 那这时候当债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时候 一般来讲的债务人,你必须要去履行自己的债务 好,如果说这时候你不想履行自己的债务 同时又不想承担法律责任 那这时候你就要去找一个冠冕弹簧的理由 来搪塞一下对方 那这种权利我们就管它叫做抗辩权 其实呢,从法理上来说 我们的这个抗辩权,它其实起到的作用 就是阻碍对方向我们发过来的这个请求权的顺利行使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 当债主张了这个抗辩权的话 我就可以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避免掉债务的履行 因为我行使了抗辩权 我就不需要履行债务 所以说呢,一旦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比如说五年之后 贾呢让债还钱 债说我就不还 那这时候贾就把债告上了人民法院 好,那在这时候问大家一下 如果就这一百块钱的纠纷 即便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过掉了 说贾跑到人民法院去起诉 那这块人民法院应不应该受理 那原则上只要是符合民宿法的条件 人民法院呢,还是应该把这个案件给他受理下来 因为呢,我们的实体权力还在 好,那受理下来之后 可能呢就开庭审理了 结果在审理的过程中 我们这个债同学提出 由于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 所以呢,我主张行使抗辩权 那换句话说 贾向债主张权力 我行使的是请求权 这时候债提出了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抗辩 是不是就把贾提出的请求权给他怼回去了 好,那既然给他怼回去了 这时候已还需不需要承担清偿100块钱债务的法律责任 注意,不需要承担了 好,那这个就是诉讼时效制度 说为什么让债务人产生了一个抗辩权 好,那在这里可能有些同学就坐不住了 说你这个诉讼时效制度创设出来 不是就给这些老赖去找了一些借口吗 那这个不是让他去逃债吗 那这块的话呢 你必须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 我们之所以创设诉讼时效制度 它其实的目的就是为了敦促权利人 说有权利你也不要任性 你也不再躺在权利上睡觉 你也要及时地去行使自己的权利 所以这个才是诉讼时效制度被创设出来的一个目的 好,那在这块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特征 说诉讼时效一定是权利人 不行使法定权利的事实状态而存在 也就是假你没有主张自己的权利 而且这个状态还持续了一段时间 这个才谈得上是诉讼时效的一个问题 好,另外呢 就是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我们假的实体权利 它的债权还在不在? 只是说呢 起到了一个债务人能够提起一个抗辩权 好,那既然说它是一项权利 换句话说 比如还是前面这个案例 但是呢 现在在庭审过程当中 我们这个债务人乙 他自始至终 没有提出诉讼时效期间 已经届满的抗辩 那这个时候 假行使了请求权 乙呢 没有拿出相应的抗辩权来进行对抗 那这时候人民法院怎么判 那这时候是不是就要判 我们假能够顺利的行使我们的请求权 换句话说呢 就要去判这个乙 你要履行自己的一个债务 所以这块 请大家一定注意一下 既然是一项抗辩权 那就要看我们这个债务人乙 他要不要行使 那有些同学又关心了 说有可能这个债啊 他确实就是没有学过法律 他就压根不知道 法律上还有诉讼时效这个制度 所以我才没有提出这样一个抗辩 好 那如果面对这种情况 假设说你是法院的一个法官 那我问大家一下 你能不能够主动的给债来支招 给债来提醒 或者是你在裁判这个案件的时候 主动的就去试用诉讼时效期间 你注意肯定是不可以的 因为人民法院作为一个公正的第三方 你必须一碗水端平 你不能主动的去试用我们诉讼时效制度 好 这里边大家来注意一下这点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法条到底是怎么说的 这块只要你听懂了 我前面举的小例子 这块应该还是非常好去记忆的 首先就是债权人 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假 如果他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之后去起诉 这块影不影响他提起诉讼 你注意不影响 我们的诉权是不受影响的 所以即便诉讼时效期间已经超过 我们起诉的话 人民法院也应该受理 好那在这个时候 在受理之后 我们就要看这个义无人义 他有没有提出诉讼时效期间 已经届满的抗辩 好如果说这个义同学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抗辩 而且呢人民法院也经过审查 确实说诉讼时效已经届满了 那这时候对于假的诉讼请求 也就是请以清偿一百块钱债务 人民法院要不要支持 那就没办法支持了 因此我们会判决 驳回您的诉讼请求 场景转化一下 如果说这时候义同学义无人 我没有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 那这时候人民法院就应该支持假的诉讼请求 人民法院对于诉讼时效的问题 我们是不能够进行试明 并且也不能够主动对它进行试用 好这个呢 就是关于诉讼时效的这个特征 好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两个 这括号二和括号三 大家呢 记住一个诚实信用原则 它呢 也是我们民法非常重要的一项基本原则 比如说当事人 在一审期间 你没有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 那原则上呢 在二审期间提出的话 人民法院也是不予支持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淡书 也就是你基于新的证据 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 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情形的除外 也就是除了你有这个新的证据以外 否则呢 你一审期间没有提出这种抗辩 二审期间就不能提了 好另外呢 还有一点 就是如果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借满了 当事人一方呢 像对方当事人 我做出同意履行义务的一丝调事 或者我自愿履行了义务 那这块我问你 即便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借满 这时候乙如果要主动的去还这一百块钱 我问大家一下 甲能不能收 你注意甲是可以的 因为毕竟呢 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 诉讼时效制度也不会构成 说我们乙同学对于债务清偿的一个法定障碍 因为毕竟我们债权人的实体权利还存在 所以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如果你自己愿意还钱 法律绝对不拦着你 但是呢 你不能出尔反尔 也就是你不能自己还了钱之后 然后呢 又以诉讼时效期间为由进行抗辩 那这种出尔反尔的不诚信行为 肯定是不可以的 所以人民法院呢 不予支持 所以这个括号二和括号三呢 大家不要去死尽硬背 你就记住一个诚信的原则 好 在考试的时候呢 应该说是可以把这个客观体里边的选项 给他判断出来的 因为诉讼时效这一块呢 确实从历年的真题上来看 基本上就是客观体的考察 所以呢 你不需要像主观体一样 去做到一个法条的输出 只要能够判断选项的对错 就可以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诉讼时效第三个特征 就是它具有强制性 那什么叫强制性呢 两个层次的理解 首先第一个 关于诉讼时效的期间 它的计算方法 终止中断的室友等等这些事情 通通都必须有法律来进行规定 我们当事人是不能够去约定的 换句话说 你做了相关的约定 这个约定呢 也是无效的 好 这是第一层含义 那第二层含义是说 当事人如果对于诉讼时效利益的 预先放弃 它也是无效的 好的 这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呢 仍然是贾和乙 有一天呢 这个乙就找到贾 说我手头呢 缺钱 能不能借一万块钱 来花一花 用一用 很着急 那这时候呢 贾就说了 说你找我借钱 可以啊 那咱俩要签一个纸质的 借款合同 在这借款合同里 请你乙明确的 就放弃掉 诉讼时效期间 借满你能够行使的 这抗辩权 请你现在 就在合同里边 给我放弃掉 那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 这个已能不能够签 或者说呢 已签了之后 这种对于诉讼时效利益的 一个预先放弃 有没有效 你注意 它是无效的 因为诉讼时效 是具有强制性 好 这两点呢 大家稍微去注意一下 那从历年的考试来看呢 其实诉讼时效的概念 和特征这块 还是呢 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考察的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道题 是12年的单选 说贾呢 向乙借款10万块钱 约定还款期限呢 是10年5月1日 仍没还 那这个时候呢 13年的7月1日 乙呢 就要起诉 要求贾还款 在诉讼当中呢 贾就仅仅表示 我没有能力去还款 也就是说这个贾 他没有说 我要提出诉讼时效 期间届满的抗辩 我仅仅就表示自己 无力偿还 好 那在这时候就问你 人民法院应该怎么判 那在这时候 人民法院应该怎么判呀 那这时候是不是人民法院 就应该判决支持 乙的诉讼请求 好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 应该是A选项 好 那在这块BCD这几个选项 其实呢 都是错误的 那请大家特别去注意一下 这个2B选项 人民法院能不能主动的就借用 或者是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来进行裁判 你注意不可以 当贾没有提出诉讼时效期间 借满的这个抗辩的时候 人民法院你不能主动的去试用 好 这块呢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 接下来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 关于诉讼时效的一个适用对象 那我们前边呢 和大家谈到过 说诉讼时效 主要适用的是这个请求权 也就是对方发过来一个请求权 那在这个时候呢 可能会有一个诉讼时效制度 等到诉讼时效期限届满 我们就享有一个抗辩权 可以把这个请求权给他怼回去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 并不是所有的请求权 它都适用于诉讼时效制度 换句话说 有些请求权是不适用的 那大家都知道 考试的时候 不考常态 考变态 越是这种奇葩的情形 采越是命题老师的真爱 他出题的时候 就会重点照顾这些内容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请求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等等 第二个呢 是不动产物权 以及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 请求返还财产 那在这里面 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什么是不动产物权呀 简单来说 是不是就是房子 登记的动产物权 这个是啥 是不是一般来讲 这个动产 正常来讲 一个花瓶 一个鸡蛋 这个是不需要登记的 往往需要登记的是什么 就是一些特殊动产 比如现实生活中常见的 机动车 游艇 私人飞机 这种航空器 这些东西 大件商品 它才是需要登记的 所以这块你看一下 按照我们国家 现在的一个生活水平 不管是房子 还是车子 对老百姓而言 都是一个大件 如果是房子和车子的权利人 比如说所有权人 我请求对方返还财产 这样的一个请求权 我能适用于诉讼时效制度吗 你注意肯定是不可以的 因为如果我让你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那换句话说 我找别人借个房子 借个车子 结果借几年之后 不用还了 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 所以说呢 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 请求返还财产 咱是不是用于诉讼时效制度的 那从考试的角度来讲 命题老师呢 他很容易在这个点上 去出一些文字型的干扰选项 什么叫文字型的干扰选项 大家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是不登记的 动产物权的权利人 比如说一个鸡蛋 一个花皮 这些动产物权 它其实是不登记的 对于不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 请求返还财产 我是不适用于诉讼时效制度 那请大家注意 其实我还是适用于诉讼时效制度的 所以这块大家一定 把这块精准的掌握 好 接下来第三个 是请求支付 抚养费 赡养费 和抚养费 这个呢 我们认为 它是包含着人道主义关怀的 你不能让它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最后呢 是个兜底条款 也就是其他 那除了前面谈到的 不适用于诉讼时效制度的 请求权之外 对于一些债权请求权 我们也不适用于诉讼时效制度 那这个呢 是写在司法解释里的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就是呢 我们请求去支付存款的本金 和利息的一个请求权 这个呢 也是不胜于诉讼时效制度的 啥意思 比如说假 往银行呢 去存钱 存了一年 一年期限借满之后 假就忘掉了 结果呢 在银行又多存了五年 五年之后想起来了 结果跑到银行 要求银行去还钱的时候 结果银行说 我们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借满 我可以不用还你钱了 那这首肯定是和普通老百姓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块呢 你不能突破这种制度 所以说支付存款的本金和利息的请求权 它是不适用于诉讼时效制度的 好 第二个呢 就是兑付国债 金融债 以及呢 向不特定的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的本息请求权 好 第三呢 是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的请求权 那这些呢 也是不适用于诉讼时效制度的 好 从考试的角度来讲 对于这些不适用的情形 希望大家呢 能够非常的耳熟能详 好 一起来看一道21年的单选题 那你会发现 其实呢 我们这道题出的还是非常好的 因为呢 它是把这种诉讼时效的这个请求权的一个适用 以一种案例化的方式来进行了呈现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说出国访问的贾回国之后 发现了自己邻居倚的房屋外墙摇摇欲坠 随时可能导向自己的一个房屋 更发现了倚存在擅自入住自己房屋 在自己房屋门口随意倾倒垃圾 破坏自己房屋门窗等不当行为 所以呢 就向以提出了若干请求 现在呢 就问我们 基于基本民事法律制度 那在下列的请求权当中 问我们 适用于诉讼时效制度的事 好 那我们呢 逐一来看一下 A选项 说请求以呢 返还房屋 好 那这个返还房屋 应该是不动产物权的权利人 请求返还财产 那前面和大家说了 说房子和车子 这种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 咱是不是用于诉讼时效制度的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2B选项 说请求以赔偿损坏的一个 门窗的损失 好 请求赔偿损失 这个呢 好像我们没有谈到说 不适用于诉讼时效制度 这个一般来讲 它还是适用于诉讼时效制度的 好 那接下来再看C 说请求以加固期 随时可能倒塌的房屋外墙 那这个呢 是在请求以去消除危险 那这个消除危险 停止侵害 这些呢 其实通通都是属于 不适用于诉讼时效制度的 所以这块它是不适用的 好 4D选项 请求以停止 在自己房屋门口 倾倒垃圾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停止侵害 那这个也是不适用于 诉讼时效制度的 所以这块 不管是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 我们都是不适用于诉讼时效制度 所以这道题适用的 应该呢 就是这个2B选项 所以这块呢 你能够看出来 说它其实是把我们 不适用于诉讼时效的 这个请求权 以一种按例的方式来进行了呈现 那这块看大家下来之后 一定好好地去品味一下这个题目 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字型的考察 那就是我说的 最近两年这个试题的难度越来越大 可能以前命题老师更多的 就是文字型的单选多选考一考 但是现在呢 它已经开始按理化的方式来进行呈现了 大家呢 一定要多做这种题目 一定要理解这个法条 好 那接下来呢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比 就是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的问题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 从适用对象上来看 从适用对象上来看 诉讼时效呢 它主要适用的是债权请求权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而这个除斥期间 它主要适用的是行程权 那这个行程权 我们在哪儿接触过 大家还记不记得 是不是在给大家讲解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时候 我给大家说过 说这个撤销权 它其实就属于行程权 那所谓的行程权就是指 由我们的一方意思表示 我就可以使得既有的一个法律关系 发生一个变动 这样一个很霸道的权利 它就叫做行程权 那除了我们之前学习过的撤销权之外 比如说像追认权 像解除权等等 它其实呢 都属于我们的行程权 好那这个行程权 比如说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到的 这个撤销权 它其实是有一个行程期限的 那那个行程权的行程期限 我们就管它叫做除斥期间 当然这个除斥期间 除了行程权之外 它也有可能呢 去适用于请求权 比如说这里边 我们教材中的一个举例 这个呢 我还是请大家非常重的 去关注一下这个点 因为这个点本身 它是比较奇葩的一个点 就是呢 绝大多数的除斥期间 它适用的都是行程权 但是在特定情况下 这个除斥期间 也可能适用于请求权 那不考常态考变态 这种比较奇葩的点 大家呢 就需要单独有针对性的记忆 比如说我们受益赠人 应该呢 是在知道受益赠后的60日内 做出接受 或者放弃受益赠的表示 如果说到期没有表示 我们就视为放弃接受益赠 所以这块呢 大家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这个请求权 它是可以适用于除斥期间的 好 那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变化 那未来呢 我们会给大家谈到 说诉讼时效期间 它其实呢 是一个可变期间 它会有中止中断和延长等等制度 所以它的这个长度有可能会变化 但是呢 这个除斥期间 这个就是板上钉钉 哎 不能够产生任何变化 比如说说好是一年 那这就是一年 它是没有办法变化 好 另外呢 从原用主体上来看 对于诉讼时效制度 我们前面和大家聊到过 说人民法院不主动适用 只有当事人提出主张以后 人民法院呢 才进行审查 那如果说当事人没有提出主张 我们人民法院呢 是不会去审查的 而对于这个除斥期间的话 这里边你注意一下 不管当事人是不是主张 人民法院都要主动的去看一下 你这个行政权 所定义的除斥期间 是不是已经借满了 好 另外我们从法律效力上来看 前面给大家谈到过 说当诉讼时效期间借满的时候 我们债权人的实体权力不消灭 我只是使得债务人取得一个抗辩权 但是在除斥期间这边 一旦除斥期间借满 我们这个实体权力 它就烟消云散了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撤销权 那前面讲过 比如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撤销是有这日期一年 如果你不行时 这个撤销权就彻底的没有了 它的实体权力就消灭掉 好那这块呢 就是关于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 大家呢稍微去注意一下 比如说他们适用对象的不同 是不是可变 以及呢期间借满之后 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法律效力 那其实呢这个点虽然看起来 比较偏理论化一些 但是呢我们在历年真题的时候 命题老师还是很有可能考到的 好一起来看一道11年的单选 说下列关于除斥期间的说法中 问我们正确的是 A选项 说除斥期间借满 实体权力并不消灭 那在这里你注意一下 除斥期间借满 实体权力就真的消灭掉了 而B选项 说除斥期间为可变期间 那么的除斥期间呢 它是不变期间 好接下来再看C选项 说撤销权可以适用于除斥期间 那这个撤销权是非常典型的一种形成权 它适用的确实就是除斥期间 好再来看4D选项 如果当事人没有主张除斥期间借满 人民法院不得主动审查 那在这块呢 人民法院你必须要主动审查 因为这个除斥期间是不是借满 它主要会影响说 我们的这个行成权还有没有 你这个实体权力还在不在 所以人民法院呢 是要主动审查的 因此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C选项 好那讲解到这里呢 关于诉讼时效的一个基础 就给大家讲解完了 那在这块我需要大家呢 和我简单的来回顾一下 我们这一块的内容给大家介绍了 诉讼时效的概念和特征 特别是诉讼时效的这个特征 那它是有可能去考察一定的题目 特别是诉讼时效期间借满 我们对于实体权力是不消灭 只是产生一个抗变权 好那第二个内容呢 给大家介绍了诉讼时效的一个 适用对象的问题 那这一块呢 重点掌握哪些情形 是不适用于诉讼时效的请求权 好最后又给大家去对比了一下 诉讼时效和处置期间 好那关于第一块内容 就给大家呢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的内容 也就是关于诉讼时效的种类 和起算的问题 那首先呢 先来看普通诉讼时效 我们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呢 其实就是三年 当然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那这个三年呢 我们是从我们权力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自己的权力受到损害 同时我们还要知道义务人 知道这两件事之日 来开始进行计算 当然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好那谈完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之外呢 还有一种长期的一个诉讼时效期间 比如说我们在教材中的这个举例 这个大家稍微去注意一下 比如说因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 提起诉讼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 我们就是四年 这就是我前面谈到的 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那现在呢 法律另行规定了一个四年 这个就属于长期的一个诉讼时效期间 好那除了这个点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最长的诉讼时效期间 那这个最长的诉讼时效期间 特别长 二十年 但是呢 这二十年 它是从权力受到损害之日期 来进行计算的 如果说你超过二十年 人民法院就不予保护 但如果说你有特殊的情况 我们呢 可以去决定延长 那在这里呢 大家不要混淆这个三年和二十年 这个呢 其实又是一个起算时间点的不同 那这块对于三年的普通时效期间 我们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两件事 一个是权力受到损害 一个是义务人 我们从这开始起算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 那另外这个二十年呢 是从权力受到损害之日期 来开始起算二十年 那这块熟线发生 我们的诉讼时效期间就已经届满了 好 另外呢 大家再注意一个点 就是呢 对于这个二十年的最长的诉讼时效期间 我们是可以对它进行延长 但是呢 没有终止中断 而对于这种三年的普通时效期间 我们呢 可以对它终止中断 但是呢 不适用于延长 所以这点 请大家一定梳理清楚 好 一起来看一下 2020年单选题 说下列关于最长诉讼时效的表述当中 问我们正确的是 A选项说 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呢 是二十年 那这个表述其实是正确的 好 接下来RB选项 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 从权力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权力被侵害时起算 那这个表述它其实是错的 好 C选项 说最长时效期间可以终止中断 那这块呢 最长时效期间 它不可以终止中断 但是呢 能够延长 这个私递选项说它不能够延长 这个表述呢 也是错的 因此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A选项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呢 再仔细地去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诉讼时效期间的一个起算问题 那前边呢 其实和大家谈到过了 对于普通的这个 时效期间 就是权力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力受到损害 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 但是呢 法律有一些非常细化的规定 那这个细化的规定 也是命题老师特别喜欢考到的点 希望大家呢 能够注意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说付条件或者是付期限的债的请求权 从条件成就或者是期限借满之日起来进行计算 如果是定有履行期限的请求权 从清长期借满之日起起算 比如说这时候我跟你说15号我来还钱 那这时候呢 从15号也就是清长期借满开始来起算诉讼时效期间 那在这块 如果是同一个债务分期来履行的话 那这时候 比如说我1号的时候还一笔 10号的时候还一笔 20号的时候还最后一笔 分成三期来进行清长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是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结满的时候 才开始起算诉讼时效期间 好那前面说的是我定有履行期限 好如果没有规定履行期限 或者规定不明确 那这时候首先第一步 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如果呢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 咱们可以确定的 那这时候呢 就从我们确定的旅行期限界满之日起来进行计算了 好如果说第二个层次 我依照民法典的规定 我仍然不能够确定这个旅行期限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诉讼时效期间 就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借满之日起计算 好那什么叫宽限期借满 就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呢 这个乙欠了假 一百块钱 那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没有说什么时候还 也就是没有说明天就还 关于这个旅行期限 没有约定 同时按照民法典 也没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办法 来对它进行一个确定 好那在这个时候什么时候还呢 是不是就要等到说假 向这个乙提出履行请求 说哎哥们 你欠我这一百块钱 是不是该还了 那我给你一个礼拜 筹筹的时间 一个礼拜之后 你赶紧就把这一百块钱给我还掉 那这一个礼拜 是不是就是给他的一个宽限期限 那这时候诉讼时效期间 就从一个礼拜之后来开始起算 但是这里边注意 如果说债务人 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的时候 明确表示我不履行义务 这个乙就说了 说你还想让我还钱 想得美 说平本是借的钱 我为什么要还 我就不还 你愿意告就去告我 好如果说这时候 我们这个债务人 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 那这时候你还需不需要等到七天之后 再开始起算诉讼时效期间 你注意不需要了 这个时候 从他明确表示 不履行义务之日起 就开始计算 所以这里边呢 他包括了非常多的一个层次 大家呢 一定在理解的基础之上 做到一个精准的记忆 好再接下来 如果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对其法定代理人的 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 自该法定代理终止之日起 来进行计算 好那下一个呢 也是社会上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未成年人遭受性侵 那这时候 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 是自受害人 年满18周岁之日起起算 如果是请求他人 不作为的债权请求权 应该是自权利人 知道义务人 违反不作为义务的时候 开始起算 好这说的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呢 贾和乙签了一个保密协议 那这时候我就要求乙来进行保密 所以贾的这个债权 就是请求乙 你对于知系的这些商业秘密 你不要到处去说 它是一个不作为 好那在这时候 如果说这个乙呢 违反了约定 在社会上到处去说 那这时候贾肯定是可以向乙 主张权利的 那这时候 我们这个诉讼时效期间 如何来计算呢 就是自权利人 也就是贾 知道这个义务人 违反不作为义务 也就是从贾知道乙 泄密的时候 来开始计算 诉讼时效期间 好接下来第七点 国家赔偿的诉讼时效的计算 我们呢 自赔偿请求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行使职权时的行为 侵犯其人身权 财产权之日期 来进行计算 但是被积压 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 我们呢 是不计算在内的 所以这里边呢 谈到的一些非常特殊的情景 我是希望大家下来之后呢 能够有针对性的 来进行一个记忆 那其实这块考察的时候 可能它还是会 比较偏向于 文字型的一个考察 那在这儿呢 我最后给大家梳理了一个表格 那有些同学 如果你觉得前边的这个法条 单看太枯燥了 你呢 也可以结合着这个表格 来进行学习 好 接下来 一起来看一道历年真题 17年的单选 说下列关于诉讼时效期间 起算的表述中 问我们正确的是 好 注意来看 A选项 说当事人约定 同一个债务分期旅行 我们呢 是从最后一期旅行期限 借买之日期来起算 这个表述呢 其实是完全正确的 好 接下来再看2B选项 说可撤销合同的撤销权 从当事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撤销是有之日期计算 好 那这个题其实出的 非常非常的好 那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对于可撤销合同的撤销权 它其实是属于行成权的性质 因此它的这个期间 是不是诉讼时效 你注意不是 它的那个期间叫除斥期间 因此它其实就不适用于 诉讼时效制度 所以这个2B选项错 是错在这儿的 好 C选项 说请求他人不作为的 自义务人 违反不作为义务时期算 一定是自权力人 知道义务人 违反不作为义务的时候期算 好 那这个4D选项 说国家赔偿 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实施违法行为时期算 那一定是我们的权力人呢 要知道我们的机关 或者工作人员 实施违法行为 损害了他的人身权利 财产权利 所以这块这个4D选项 也是错的 好 那在这块呢 大家特别去注意一下这道题 那应该来说呢 这道题 没有特别多的一个花头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粗暴的 背诵和记忆型的题目 你只有对相应的诉讼时效期间 起算的这个知识点 做到一个精准记忆 那你才能够呢 把这个题目给它做对 但是这个题 我觉得出的比较好的地方 是在于说这个2B选项 它其实跳脱开了 诉讼时效的这个框架 它给你去用到了一个除吃期间 这个呢就要看你在做题的时候 这个基本功是不是扎实 否则的话 还是很有可能掉到陷阱里去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诉讼时效的终止和中断 那在这里首先来看一下 说只有我们前面谈到的这种 三年的这个诉讼时效期间 它呢是适用终止中断 但是呢 不适用于延长的规定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诉讼时效的终止 所谓的诉讼时效的终止 它其实呢 主要指的就是 在诉讼时效进行的过程当中 因为发生一定的法定事由 这个法定事由通常来讲 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的一个原因 导致呢 我们这个权利人 暂时没有办法去行使自己的请求权 好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我仍然给你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那可能对于权利人来讲 确实不太公平 因此呢 我们需要给诉讼时效期间 按下一个暂停键 我们暂时停止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这个就叫做诉讼时效的一个终止 好 那这个终止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室友 但是在这里呢 我提醒大家一下 并不是说在整个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 范围内 只要出现了法定室友 我都要按下暂停键 诉讼时效的终止 它只可能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 届满前的最后六个月之内 它才可能按下暂停键 如果说你刚开始第一年 即便有法定室友 这块也不会导致诉讼时效的终止 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说导致诉讼时效终止的情形 那第一个呢 就是发生了不可抗力 第二个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他没有法定代理人 或者呢 法定代理人死亡 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丧失代理权 第三呢 就是继承开始之后 我们没有确定继承人 或者遗产管理人 第四呢 是权力人被义务人 或者是其他人控制 最后第五是一个兜底条款 也就是其他情形 好 那这几种情形 你如何来进行记忆呢 你还是拉高来看 你拉高来看 其实这几种情形 总体而言 它其实就是由于 各种稀奇古怪的原因 导致权力人 暂时性的 没有办法去主张自己权力 这个就会导致诉讼时效的终止 好 那我们再来看 说诉讼时效终止 它的一个法律后果 那也就是导致终止的这个原因 消除之日期 我重新给出 六个月的诉讼时效期间 也就是次 原因消除之日期 满六个月 诉讼时效期间 才计满 好 这个呢 就是诉讼时效终止 它的一个法律效力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诉讼时效的中断 诉讼时效的中断呢 其实简而言之 指的就是 在诉讼时效 进行的过程当中 发生一定的法定事由 导致已经经过的 诉讼时效期间 通通归零 我们重新开始计算 诉讼时效期间 好 那在这儿你想一下 为什么要让诉讼时效期间 重新计算 那我本身创设 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 就是为了呢 敦促这个权力人 积极主动的 去行使自己权力 好 那这时候如果说 我们的权力人 主动行使了自己权力了 那这时候 是不是我的目的 就达到了 好 那因此这时候呢 我就需要重新 给他计算一个 诉讼时效期间了 好 那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说诉讼时效 我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中断以后 如果说呢 在重新开始计算的 这个期间之内 再次出现 诉讼时效中断的 一个室友 我们诉讼时效呢 就可以再次的中断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在三年的 这个期间之内 我们主张了权力 好 那从这开始 我重新起算一个 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 结果在这三年里边 我又主张了一次权力 那这时候 我又可以开始 重新起算一个 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 这就有点像呢 肖鹤云和李施琼 不断地回到我开始的位置 不断地开始循环 好 这个呢 帮助大家来理解 诉讼时效期间的 一个重新计算的问题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看 说导致诉讼时效中断 它的这个法定适用 那首先第一个 就是权力人 我向义务人 来提出了一个履行请求 好 那这样子说呢 可能太宽泛了 因此呢 有必要 对它进行一个细化 那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我们就可以认定 说当事人一方呢 提出了要求 进而产生 诉讼时效中断的效率 比如说当事人一方 直接向对方当事人 去送交 主张权力的文书 对方当事人呢 在文书上签名 盖章 按纸印 或者你虽然没有签名 盖章 按纸印 但是呢 我能够以其他的方式证明 说这个文书 已经送达对方当事人 好 那在这里边呢 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说对方当事人 他不是一个自然人 他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那我们的签收人呢 可以是他的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或者是负责受发信件的部门 或者呢 是被授权的主体 好 如果说呢 对方当事人是自然人的话 这个签收人 可以是本人 也可以是同住的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亲属 或者是被授权的主体 这个都是可以的 你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第二个 如果说当事人一方是以发送信件 或者数据电文的方式来主张权利 我们是信件 或者数据电文到达 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 好 第三 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 我依照法律规定 或者当事人的约定 从我们对方当事人的账户中 扣收我们这个欠款本息 这个呢 也能够被理解为是我们主张权利 好 如果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 对方当事人 我是在国家级 或者是下落不明当事人 一方住所地的省级 有影响力的媒体上 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公告的 但是这块呢 我们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 适用呢 另有规定 好 接下来第五 权利人呢 对于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 主张权利 那这个时候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它是急于胜于债权的 比如说别人呢欠了你一百万 这个时候你主张权利的文书 只主张了其中的八十万 那其实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它会急于剩下的二十万 但是这里有一个淡书 也就是权利人明确表示 放弃生意债权的情形除外 好那在这儿呢 再给大家补充一下 比如说权利人 我向义务人的代理人 财产代管人 或者是遗产管理人等等 提出履行请求的 都可以认定为 我们民发点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 所以说这块你拉高来看 就是要求我们这个权利人 你一定要积极主动的 去向对方当事人 或者他的一些代理人等等 主张自己的权利 好就可以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好那第二种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 是义务人 我同意履行义务 好为什么说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它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因为这里边对于权利人 有一个信赖利益在里边 你比如说我们的权利人 向你主张权利的时候 这个义务人我就同意了 说好的 那这时候往往权利人 是基于对于义务人的一个信任 他可能就懈怠掉了 他就不再去主张自己权利了 因为你已经同意履行义务了 所以这块 由于饱含了权利人的一个信赖利益 由于义务人你同意履行义务 可能就会导致我展示性的 不去主张自己权利了 它其实也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所以这里边大家一定注意一下 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这里边会给我们的权利人 带来一定的麻痹和大意 因此法律规定 说诉讼时效也会中断 好那什么叫做同意履行义务呢 比如说我们义务人做出分期履行 不分履行 提供担保 请求延期履行 制定清场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 都可以认定为是当事人一方 同意履行义务 好那第三个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 是我们没有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 我是直接申请了司法资源的介入 我提起诉讼申请仲裁 这其实也是我们主张权利的一种方式 好那第四呢 是说与提起诉讼 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好那这个情形呢 其实你拉高来看 其实就是申请司法资源的一个介入 也就是不管你用各种各样的一个方式方法 其实呢 申请了司法资源的介入 主张了自己的权利 这个呢都可以认定 是导致诉讼时效中断 比如说咱们申请支付令 比如说申请破产 或者申报破产债权 那这块我申请了这个破产 就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并不是说一定要人民法院 裁定受理破产申请 只要是我申请就算 好那第三 为主张权利而申请宣告义务人 失踪或者死亡 这块只要是申请就可以 第四申请诉钱的财产保权 诉钱临时的禁令等诉钱措施 第五呢是申请强制执行 第六是申请这家当事人 或者被通知参加了诉讼 第七呢是在诉讼当中 我主张抵消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事项 好那这些只要是申请了 司法资源的一个介入 它呢就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说诉讼时效中断的效益 那这块呢就会导致诉讼时效期间的一个重新计算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关于诉讼时效中止和中断这块的一个利年真提议 好首先呢先来看二一年的多选 说在下列各项当中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有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A选项说义务人呢同意履行义务 这个确实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好 RB选项说权力人我提起诉讼 申请仲裁 这个也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包括我们的4D选项 说权力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这个呢也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因此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ABCD四个选项 好接下来再看19年的多选 说在下列各项当中 问我们属于诉讼时效中断是有的有 A选项说债权人呢 发送一个催收的信件到达债务人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权力人 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这个当然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好接下来RB选项 说债务人向债权人请求延期履行 这个请求延期履行 其实也是属于义务人同意履行债务的情形 它也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好接下来C选项 说我们的债权人申请诉钱的财产保权 好只要你申请 司法资源介入了 也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好接下来4D选项 说债务人向债权人承诺提供担保 好承诺提供担保 其实也是属于我们义务人 同意履行义务的情形之一 因此也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因此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ABCD四个选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17年的多选题 说提起诉讼是中断诉讼时效的法定事由 那在下列各项当中 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效率 能够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由 好A选项 说申请仲裁 那这个确实是可以导致诉讼时效的一个中断 好2B选项 说申请强制执行 这个也是可以的 C选项 说申请居家当事人 这个也是以提起诉讼具有同等效率 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好4D选项 在诉讼当中主张抵消 这个也属于 那因此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仍然是ABCD四个选项 好接下来再来看16年的单选 他说下列各项当中 问我们呢 属于诉讼时效中止法定事由的事 好一起来看一下 A选项说申请仲裁 这个呢 其实导致的是诉讼时效的中断 而B选项说申请支付令 这个呢 也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一个中断 那C选项说申请宣告义务人死亡 这个也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好4D选项 权力被侵害的无名是行为能力人 没有法定代理人 这个呢 才是导致诉讼时效中止的法定情形 那这道题让我们选的是中止 因此呢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4D选项 那从这道题 大家就能够看出来 在诉讼时效中止和中断这一块 命题老师常见的一种命题手法 就是把诉讼时效中止和中断的情形 给它混淆起来 互为干扰选项放在一起 看我们的考生呢 能不能够对它做到一个有效的辨析 好那接下来 再看一道一二年的多选 说下列情形当中 能够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有 好A选项 说贾呢 把要求以清偿三个月前 到期债务的书面通知 当面呢 递交给了乙 但是呢 乙拒绝接收 那这时候贾便邀请乙 住所地居委会主任见证 将这个通知留在乙处之后 愤然离去 那这个呢 还是能够看出来 这个贾呢 是积极主动的去主张了自己权利 向我们的义务人提出了旅行请求 因此它属于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 好 接下来再看二B选项 说乙对贾的债务已经过清长期一个月 乙呢 仍然不知所踪 经过两个月的多方探寻母国之后 贾呢 在人民法院报上刊登声明 请求我们这个乙清偿债务 这块呢 仍然是我们的权利人 向义务人提出了旅行请求 可以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好 接下来再看C选项 说贾对乙的债权诉讼时效期间 还有一个月马上要借满的时候 贾意外死亡 需要等待确定记忆成人 好 那这块它其实呢 就不是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了 而是导致诉讼时效的一个中止 要给他按上一个暂停键 好 那再来看四D选项 说债权人贾路上遇到了债务人乙 还没有等到贾开口要求乙偿还 一个月前到期的债务 乙呢就一边称着抱歉抱歉 一边匆匆离去 好 这个题呢其实非常有迷惑性 这个选项出的特别好 那大家发现 我们在这个路上 这个债权人碰到了债务人乙 自始至终 这个贾有没有向乙提出旅行请求 你注意 没有 因为它还没有来得及张嘴 这个乙就一边说抱歉抱歉 就一边走了 所以这个时候 会不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你注意不误会 所以这道题也不会导致诉讼时效中断 因此能够导致中断的正确答案 只有A和B两个选项 那这块呢 其实是一种案例化方式的一个呈现 应该说呢 这个题出的还是非常好的 好 那能够看出来 说关于诉讼时效的中止和中断这一块 虽然我们介绍了中止和中断它的概念 它们的情形以及法律后果 但是呢 从命题老师考试的角度来看 更多的还是在考察诉讼时效中止和中断的法定情形 那在这块呢 有这么几点提醒大家中意 首先第一点 你能够发现 命题老师其中一种命制干扰选项的方法 就是把中止和中断互相混淆起来 要求咱们考生去进行辨析 所以这个中止和中断 你必须在理解的基础之上 做到精准的记忆 第二点 大家可能会发现 说最近几年 我们更多的考察的是诉讼时效的中断 而且在考察诉讼时效中断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说考察这四个大条 它反而是会扎进去 考得特别深 比如说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或者是与提起诉讼申请仲裁 就同等效率的情形 那这些它会考得比较深入一些 所以说你光记住这四个大条是不够的 你要往下继续去深挖 这个是提醒大家注意的第二点 那第三点你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最后给到的这个立体 它其实是一种案例化方式的呈现 这个就提醒我们 关于诉讼时效的中止和中断 你在学的时候 就不要光考虑文字型的题目 它也是有可能出这种案例化方式呈现的 所以请大家也特别的去注意一下 好那讲解到这里 其实关于诉讼时效的中止和中断 也给大家介绍完毕了 好那我最后呢 稍微简单的带给大家去回顾和梳理一下 关于诉讼时效制度这块 关于诉讼时效制度 主要就是探讨了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呢 是关于诉讼时效的一些基础性的内容 包括了它的概念 特征 适用对象 包括呢 我们给大家对比了 诉讼时效和处置期间的问题 那在这里关于它的特征 适用对象 以及它和处置期间的对比 都是呢 有可能会考察到的一个内容 而且特别是去年 关于这个适用对象 有一个小小的创新 以一个案例化的方式来呈现 这点请大家特别的关注 好那紧接着就是关于诉讼时效的种类和起算 种类这个点上之前呢 是考过一次题目的 那起算呢 也考过 这个起算没有更好的办法 给大家呢 总结了一个表格 下来之后呢 自己对着表格 一定是做到精准的记忆 好那最后 就是诉讼时效的中止和中断 那它的一个考察 我前边呢 刚刚给大家总结过 好那随着这个单元的讲解完毕 我们整个第二章 基本民事法律制度 就给大家呢 介绍到这里 那还是那句话 整个第二章的话 从考试的角度来看 它是有可能会涉及到民法的案例分析题的 那在这里呢 整个第二章 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民事法律行为 代理 以及诉讼时效 其中呢 前两部分 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 从最近十年的历年真题看 它是涉及到过 案例分析题的 所以大家呢 要稍微去注意 盯防一下 好那第二章 我们就和大家呢 介绍到这里 我们第三章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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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